去年4月 陈师傅在杭州萧山风飞车行买了一辆二手货车 六万五千块钱 前阵子出了交通事故 对方全责 交警处理过程中 发现陈师傅这辆车的交抢险到期了 自己又联系其他的保险公司 然后去买 找了两家 然后给我退掉了 她说买不了 最后的原因查出来就是因为我这边买了一个叫什么统筹保险 她就是不是保险 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车子根本就没有保险 已经脱保了 陈师傅说买车时 业务员发给她一个二维码 说是购买商业险的 付完钱 对方发来一份机动车辆安全统筹单 当时她以为这就是保险 她当时说她把我买的商业险 然后我钱也就是说 跟着她发的二维码付掉了 但是这个保险她是骗我的 我就是让她全额退款嘛 然后还有就是避免以后其他人再受到那个损失 这次事故之后 陈师傅把车子的交墙险 商业险一起买了 找到那家风飞车行 负责人不在 对方在电话里回应 发二维码的人不是车行员工 车行负责人建议直接找发统筹单二维码的那个人沟通 对方姓邓 82年8月份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关于机动车辆安全统筹的风险提示 机动车辆安全统筹不是保险 经营此类业务的机构为依法取得保险业务经营许可 陈师傅准备通过市场监管部门解决此事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